之前大家总说要智能看新实力 但是作为一些传统品牌 他们肯定不服气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长城汽车最新发布的这套 长城汽车咖啡OS3智慧空间技术 究竟怎么样 这次这套最新的技术 是先搭载在了魏牌的新款蓝山上面 这是一台自驾版车型 这次我们拿到的资料 都是关于这套系统的 关于这台新车的一些资料 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一个情况 不过从外观来看 我们能看到这台蓝山新增加了一个激光雷达 所以它现在在自驾方面的水平 也是和新实力拉平了 接下来咱们到车内一起去感受一下 它的这套最新的系统究竟怎么样 这次可以看到魏牌的蓝山 整个座舱的设计有很大变化 中控这个位置是两块屏幕 现在这套最新的系统 它有五大特点 好看好用好玩好听 还有好聪明 主打的就是这个五好 那它分别具体的体现在哪呢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它这个好看来说 我觉得确实不错 这两块屏幕 首先从它的厚度 包括还有它边块的宽度来看 其实整体的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科技感还是非常到位的 而且这个据长城官方的讲 它说这个也是目前行业内最薄的LCD屏幕 不得不说传统车企在做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 我觉得真是手拿把钻 同时呢 这次长城被这套全新的系统还准备了一套全新的字体 现在看到的这个叫长城黑体 非常有意思 其实这个字体我现在的感受有点像是苹果的那个字体 对吧 现在好多这种做的非常高端的这种电子产品 其实都会有自己的字体 这样其实它的适配的这种性能会更好 那在好用层面来讲 首先它的这套车机系统 无论是反应 还有操作流畅度都非常不错 可以看到画面的这种切换衔接做的非常流畅 而且它各个菜单打开的时候 这种动画效果做的也是非常的细腻 包括你的这种跟手感也是做的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长城的这套智慧座舱 它的操作层面 我觉得用起来还是非常顺手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好玩 好玩 它现在就是功能更丰富了 首先副驾驶多了一个屏幕 然后它屏幕里边有好多功能也是自己专属的 你可以看到它展开应用商店以后 里边有很丰富的一些APP 包括有影音类的 然后有听歌的有新闻类的 现在的等于是它这种生态 会更加全面 所以可能大家的这种可玩性更高了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好听 好听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的这套音响系统 这个其实也是长城自研的一套 它是具备杜比全景声的这么一个级别 它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影院级的这么一个实情体验 所以我觉得作为这种非常豪华的一个见外随会而言 这种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就是好聪明 好聪明其实主要体现在就是它的语音识别 现在的这套系统支持六个座位的独立的语音识别 也就是说现在全车这六个座位 每个乘客都可以独立的去发出指令 然后去控制整个车机系统 那么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是它还可以识别儿童的声音 然后它的这种指令回复就会更加的简单直白 所以也就是说对于有孩子的家庭 我觉得会更友好 那同时现在的这台阑珊 还增加了一个后排的一个翻折屏 这个翻折屏现在也做的非常不错 因为整个这套系统现在也是支持手势控制的 而且它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成本非常低 因为它和咱们平时操作手机的逻辑是一样的 有这种点触啊双击啊包括抓取啊 这些操作其实和咱们手机通用的啊 所以你学起来也很方便 那这次长城发布的最新的这一套咖啡的座舱智能系统呢 我觉得首先它在功能啊体验方面啊 已经达到了行业领先的一个标准 同时我觉得作为一个传统车企 那么我觉得它的这种稳定性肯定是值得信任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它自身的优势所在 那之后啊有机会在深度试驾这台 未拍蓝山的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讲更多的一些细节 本期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